欢迎收看GoMarkets每日财经点评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昨天澳洲本地的市场情况 澳洲股市呢在本周出现了一个非常罕见的二连涨 之前的澳洲股市一直以来都是一天上一天下一天上一天下 在本周周一和周二呢终于是出现了难得的两天的连续上涨 昨天的大盘是上涨了0.5% 重新回到了5750点附近 但是现在的价格距离欧美的主流这个指数还是相差很远 中国上证指数和深层方面也是一样 昨天也是再一次上扬 目前上海方面是回到了3250点以上 深圳方面呢目前也是回到了10500点之上 昨天的涨幅平均大约是在0.4%左右 那么其他方面呢欧洲涨幅比较小 英法德主要国家呢涨幅平均在0.1至0.3左右 美国股市呢则原地不动 三纳指数有两个出现了轻微的下跌 但是跌幅都在6.1%左右可以忽略不计 那么除了股市之外其他方面的黄金价格因为股市的上涨而出现了跌幅 从1295的这个今年的最高价再一次目前跌到了1278附近 油价呢则原地保持在47块到48块钱之间 那么在今天我们要说的一下呢 这个今天的话题呢就是说一下 现在澳洲呢处于一个上市公司的财报季节 那现在呢其实也从侧面彰显出了 现在澳洲指数一个长期的投资价值 我们知道呢在过去一两周啊 是澳洲各大公司发布他们各自年报的时期 虽然有一些呢目前还没有发布 但是并不影响我们做出判断啊 总体上来说呢在过去的一年是澳洲上市企业 他们恢复和缓慢发展的一年 我们如果从金融板块和矿业板块的一些龙头股 不难看出啊 比如像主要的银行股像澳新银行啊 国民银行等等的 从去年最低的20多美20多澳元一股 目前均已恢复到了大约是30澳元 甚至于32澳元一股 那包括像之前的澳洲的这个龙头矿业股 必合必拖在去年最低的时候曾经去过14澳元一股 现在呢也已经回到了25澳元 这些涨幅呢都超过了30% 所以说呢从他们的股价涨幅来看 其实我们已经大致能推断出在过去一个财政年度中 这个澳洲的金融板块和矿业板块的表现 那么后来呢过去的一两周的数据也证明 像这个已经发布业绩报告的公司 大部分呢都是有不错的表现 主要银行的业绩呢更是创出了他们的历史最好水平 但是非常疑惑的是呢 虽然他们的盈利目标达到了过去历史的最好情况 但是大部分银行股的股价却没有接近于历史价格 其主要原因呢也是于投资者呢担心 主要是因为担心澳洲的两方面 第一是房地产目前的回调或者说目前的调整时期将会持续多久 第二也是担心 另一点呢也就是这个说到的 澳洲的矿业在未来是否还会更加的颠簸 也正是这两大原因呢目前呢使得澳洲的股市在过去的三四个月之内走势就像新电图一样啊 只是一上一下一上一下非常的规整 上方冲不上五千八下方呢也掉不下五千六百五十 反复就是在这上下的两百点之间来回的震荡 那我们知道呢其实呢我们之前反复说的我有多次 其实澳洲的银行股其资产超过百分之六十是来自于房屋贷款 因此呢说实话如果咱们有钱可以买房买地 如果你没钱买一些澳洲的银行股 其实也是在间接的投资澳洲的房地产企业房地产业啊 毕竟呢我们知道其实说白了澳洲的四大银行才是澳洲最大的四个地主啊 那么同样呢我们知道呢这个澳洲的矿业看的是中国 那么中国啊很多人担心未来对于资源不会再要那么多 其实不然啊 我们知道中国每年有三百四百万大学生毕业 这么多人毕业需要就业啊 那么目前中国的经济必须保持在最低百分之五点八左右以上啊 才能维持啊创造每年创造出几百万的这个工作岗位 所以说呢啊如果我们假设这样的这个经济增长率 未来还能够保持五到十年 那么澳洲的矿业企业其实还是能够有钱赚的啊 因为你要保持这个经济增长 必须要在基础设施建设 城镇化建设等等各个方面都会啊做出进步 但是可能赚的钱不会像这个这0809年那么夸张啊 甚至于0607年的说经济危机之前坐地起价这么暴利 但是你说啊长期的这个稳定的盈利 我估计澳洲的矿业还是有的赚啊 所以说如果我们把澳洲的股市和其他发达国家相对比的话呢 应该说反差是非常的明显啊 你像英国像美国像德国股市要不然呢 是他们的历史最高 要不然是过去的十年最高啊 所以澳洲股市到目前为止 其实呢啊我做了一个大的对比啊 除去一些特别小的发达国家 比如说新西兰这些不管啊 在主要大的发达国家中 澳洲股市目前的水平是在所有发达国家中最差的啊 不是最差的之一 它就是最差的啊 它虽然说呢啊这个没有怎么大跌 但是在过去的十年目前的股价依然没有回到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的价格啊 你想想你看这个欧美啊早已经跳上了之前的价格 但是偏偏澳洲呢就死活六千点它上不去啊 但是呢我们说说它差归差 其实从另一个方面来考虑 我们知道澳洲很多的行业也好板块也好 它都是技术板块啊 别看这个挖矿的挖煤的技术含量不高 但其实它是一个脚踏实地的行业啊 每年这个钱赚的是踏踏实实的啊 但是我们知道现在欧美也好 香港中国也好啊 最近几年热心的这些科技股啊 网络股啊 或者说什么人工智能啊 这些概念 它的确能够吸引到很多资金 能够达到很高的市盈率 但是其实呢 这中间有多少水分 或者说这两年下来会倒闭多少企业 大家心知肚明啊 所以这其实就是看你要做怎样的投资 你要朝热门板块啊 你要追随大流 你要想呢 快速的能够啊 这个高风险高回报 那么科技股也好啊 网络股也好 肯定热门的这个这个行业会吸引大量资金 但是如果你考虑的是三五十年的长期投资啊 是作为自己以后退休养老金的来源之一 那么我想澳洲的这些股票指数 它吸引力也才是我们真正呢 应该关注的啊 很多企业像澳洲的是挖矿的 挖煤的啊 或者挖其他铜啊 这些东西的 它的确没有太多的技术啊 无非就是开个洞啊 不断的挖出来 但其实呢 它挖出来的东西是脚踏实地的啊 并不是像咱们说到现在的什么什么共享单车一样 烧了几十个亿之后 未来还不知道它是否能够盈利啊 当然了 咱们说的呢 都是一些老百姓的观点啊 或者说是非常保守的一些观点啊 如果你想快速致富 一夜报复 那么毫无疑问 我们之前说的话 对你来说可能并没有什么作用啊 那么接着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产品 今天要说的一下子呢 是这个美元指数啊 美元指数大家都知道是美元对其他七种主要货币的一个综合价格 我们从图上可以看出呢 从今年大约是三月份开始 美元指数就一路下跌 几次 其实想尝试恢复 或者是冲破这个关键的下跌线 都没有成功啊 那美元从三月掉到现在差不多掉了半年啊 那目前为什么说要可以关注呢 现在美元指数是再一次接近于它的 不能说是冲破 但至少现在呢 开始接近它的关键的反转价格 那么一旦这个价格大约是在94.20附近能够得到突破 那么可能美元在今年最后几个月将会出现一波强势的走势 那么届时美元对于其他所有的非美货币 尤其是欧元英镑日元以及澳元来说 可能会出现一波较强的反弹趋势 这个呢是我们可以密切关注的 最后呢 这个说完这个产品啊 投资者今天需要注意的事件 澳洲时间在晚上6点30分是英国的平均时薪数据 到10点半是美国新屋建造数据 再到12点30分是美国的原油储量数据 以及到了明天周四凌晨4点钟 是美联储上一次会议的会议纪要 那感谢大家收看今天GoMarkets每日财经点评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明天同一时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